满虫这一类生物一直不受人类的欢迎 它们种类反多大小生态也不尽相同 虽然很讨厌但是人类还没办法真正干掉它们 不过好在和人类有交集的满虫也只有区区其种 这种红色的大家伙是要满 或者也被称为绒满 对于人类来说这伙没有什么威胁 这东西在全球大部分地区都有分布 热爱地区的绒毛更大接近了三厘米 可以像优乐美一样被人类捧在手心里 春季时它们会稀稀索索地赶去排队相亲 毕竟所有生物都逃不脱延续基因这个宿命 和同类害羞完毕后又会钻回洞里 然后生出一些比较厉害的小红皇后 这东西的幼虫会寄生在昆虫或者小型脊椎动物身上 等到长大一些才会离开幼儿园开始成年虫的生活 一些朋友也会把它们称为红蜘蛛 虽然不准却不过也没什么大错 它们同属于猪行钢都是喜欢瞬息的动物 我国北方肉满的体型非常的小 不仔细观察甚至根本没有办法发现 而更多的满虫都是人类难以察觉的 这些东西都有一个共同特性就是吸血寄生 这种胖嘟嘟的满虫是瓦满 亲缘关系上它们更加接近于皮虫 瓦满上一期已经提过了是一种会威胁蜜蜂的寄生虫 所以它们的表情一些就会选择庆离闻户 地球生物最开始内卷的一般都是近亲 还有一类满虫更加微小 这东西小时候诸过蜻蜓的小伙伴都会见过它们 它们通常会寄生在蜻蜓的腹部 稀释它们的体液 也会周无要连的把自己的孩子产在人家身上 小时候还以为这是蜻蜓的孩子 而其实这些满虫都属于是满类 一般会比较喜欢栖息在浸水的地区 被它们获害的昆虫除了蜻蜓 也会有生活在水中的水泥 这就是所谓的浸水楼台先得虫吧 除此之外它们也会祸害一下蚊子 或者其他一些浸水栖息的昆虫 也有一些水满会在水中变成一个杀手 比如这只是被尸满抱头乱啃的摇纹幼虫 或者还有一些比较可爱的水满 看起来有些像是螃蟹 有些像是水蜘蛛 老实说我们没办法单纯地评判这些微生物是好是坏 作为自然界的一份子 它们也会有自己的位置 不过寄生虫一直是被人类比喻的种类 包括一些啃老啃社会不创造价值的人类 而皮买钢基本上都是这类角色 比如这些叶满 活动的是一些成虫儿圆滚 透亮的是它们的卵 叶满虽然并不会直接祸害动物 但是它们会祸害动物喜欢的植物 它们一般很少会演发大面积的灾情 甚至欧洲人会把它们引过去控制草坪 而叶满的天地除了七星条虫 在内部还有一种叫做智力小只随满的满虫 随满会把这些叶满当成食物 而且这小只还比较能吃一天要吃五只叶满 除此之外便是我们更加熟悉的营满 这群家伙也是找到了自己的归宿 它们的形态有些类似于如行满 已经退化掉了身上的许多腿只保留了一两对 它们会寄生在植物的叶片中 让植物长出菜花一样的东西 或者也可以认为是肿瘤 然后它们就可以在自家的小房子里 过上安逸的生活一生都一事无忧 总的来说皮满鸭更大都精通辞到 它们的生活哲学便是想尽一切办法去躺平 和人类交集更多的是肉眼难见的是尘满 它们广泛存在于人类生活的各个角落 床单枕头衣物或者是沙发之上 它们依靠人类的脾气过火 当然有时候也会自相残杀大满 会杀掉小满 使尘满的寿命比较长 最长能或超过一百天 一个怀孕了的尘满能存活七十天 它可以生下一百个左右的虫卵 在此期间孩子长大又会生出许多新的孩子 然后漂浮于空气死过一茬又是一茬 这东西和乳兴满都会引发人类的严正反应 虽然一般情况下不会有什么大碍 但是或多或少还是会令人头疼 最令人深恶痛绝的便是可以引发青春痘的乳兴满 它们形态丑陋而且行径十分恶劣 会钻进人类毛孔疯狂的吸水油脂 任何人的脸上随便一刮就能发现大量的乳满 由这旺盛的朋友自然也会养活更多满虫 所以人们会想尽办法除掉这些东西 除了许多廉价有效的药物 也曾有人做过测试 用蛋清敷脸企图杀死乳满 其中满虫还在蛋清里面吃得不易乐乎 不过蛋清变干后 它们就会因此为了梦想而窒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